要藏哪裡 真的去查一查他的話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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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笑啊 你以為隨便人都可以幹少將的嗎 No bro no 必須是個非彈攔截專家 你以為柯文哲能瞞過他的法眼嗎 蛤 這他也懂 沒有錯 真相只有一個 名偵探余北辰 話分詞專家 話分詞你也懂 笑著笑著我們就哭了 余北辰將軍 你這麼關心錢藏在哪裡 你這麼柯南 請問一下台語女人董事長 他都把錢藏在哪裡 你也去爭論節目屁兩句我聽聽啊 柯文哲在沒有拿到這麼多現金的時候 心裡是想為什麼他們可以拿這麼多 為什麼我拿不到 但是拿了以後心裡開始憂心 要藏哪裡 要藏什麼地方 天花板嗎 買一個房子藏裡面嗎 還是藏在朋友家 藏朋友家朋友給我A走怎麼辦 朋友出賣我怎麼辦 他太多想法了 所以現在柯文哲的房子 這些錢藏在哪裡 我告訴大家 有可能 極有可能 他買的房子 不要去查他房子什麼床底下哪裡 真的去查一查他的畫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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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隨便人都可以幹少將的嗎 你以為隨便人都可以幹少將的嗎 你以為中華民國陸軍少將 你以為中華民國陸軍少將 任何人都可以幹的嗎 no bro no 首先你必須 是個飛彈攔截專家 將軍 怎麼辦 不用怕 我哭哭一生 攔截率 超過100% 這樣是幾% 200010% 雙腳一樣 要怕 整天在家裡吃肉 但 中共的灰彈 我們有210% 交叉火網 不要說一顆灰彈 一隻蒼蠅也飛不進來 台灣本島內 全世界的 他是陸軍的 我們陸軍少將呢 還必須具備 陸 海 空 三軍 聯合作戰的能力 所以 雖然 台灣他媽的連艘航空母艦都沒有 雖然 但 本 他一樣相當了解 大家知道 航空母艦如何 補充飛機了嗎 怎麼補怎麼補 怎麼補 將軍 哈哈哈哈 從補給艦揮起來 停過去 停過去航空母艦 瞬間完成補給 你以為 柯文哲能瞞過他的法眼嗎 蛤 這他也懂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 你以為當台灣 當台灣的少將 有這麼簡單 蛤 沒有錯 真相只有一個 好不好 明偵探 余北辰 沒有錯 你不要懷疑 當一個少將有這麼簡單的嗎 還要有偵察的能力 要多強 好強 藏在哪裡 厲害 我建議啊 檢調單位喔 要不要先查余北辰家軍裡面的花糞池 搞不好 余北辰將軍在他家的花糞池 也常惹不知道什麼東西 花糞池欸 連花糞池你也懂 花糞池我還他媽的不知道我家的花糞池在哪欸 欸我真的講 我真的 誰 每個大樓下面都有花糞池 但是你知道你家的花糞池在哪嗎 不知道嘛 因為你家管委會會叫水肥車去抽嘛 在哪裡抽 你你你你你你 你會知道花糞池然後花糞池要怎麼藏錢 然後怎麼怎麼藏進去 怎麼進去花糞池 花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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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懂 笑著笑著喔 我們就哭了 但是有人看耶 還有人要信耶 還看笑的 對啊 你怎麼有他法度 對不對 你怎麼有他法度 這個台原綠人喔 這麼大的事咧 啊 余北辰將軍 啊你這麼關心 錢藏在哪裡 你這麼柯南 請問一下 這個台原綠人的董事長 他都把錢藏在哪裡 你也去爭論節目屁兩句我聽聽啊 你絕對聽不到 三立民是絕對聽不到 那那是就是 全家都是黃金這樣子的概念 我覺得喔 這個對於柯文軸當然還有話題 所以很多節目都很喜歡說 很喜歡談 然後有各式各樣很奇思妙想 但是會去想著想著想著想到別人家裡畫糞池也是不容易喔 所以喔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建議他們大概就可以現在開始去翻那個下水道喔 從下水道開始 他們不是很喜歡辦什麼遊行或幹嘛嗎 可以下 這次可以從那個下水道開始喔 下水道大巡禮 看裡面會不會發現鈔票或是冷錢包 還有USB 所以我想這個奇思妙想呢 這個已經聽很多了 但是聽到要去挖別人畫糞池的喔 比聽到要去挖別人墳墓還要離譜喔 就是 以前有聽過盜墓的喔 沒有聽過盜畫糞池的 這大概是我們 呃 這個第一次聽說 我覺得 滿有創意的 從那裡 從, 用身心想想要離譜 就 daw在北京 從, 用身體上進行 從, 用身體上進行 那些人口 從, 用身體上進行